然后仪器加满水 然后把手柄安装好之后呢 我们给仪器可以开机了 开机的话前面是把这个紧急开关按钮给它打开 这个是新仪器的时候我们是给它关掉的 打开的话 关掉的话直接按下去 打开的话往右边这样子拧一下 平时的话就不用管它可以一直开着 然后这个是钥匙开关 把它往右边拧一下 然后马上进入到这个界面 这个界面呢有四个项目 然后这个是ELITE 这个RF 这个SHR REG 我们首先看一下ELITE里面的一些项目 直接点进去 然后它有脱毛嫩夫去色斑红雪斯这些项目 然后这个点进去 它这里的项目它的一个参数调节是一样的 然后这个是调节它的一个界面的一个记录参数 这是脉冲个数 上面调节脉宽 这里是调节脉冲个数 然后这里是发光间隔 我们就调一秒就可以了 然后能量加减是直接在这里选择 然后这个是准备键 下面这个是状态栏 状态栏的话 这里显示的温度是仪器的内部一个环境温度 然后这个我们是有一个紧急报警系统的 如果超过55摄氏度的时候 那仪器它会自动跳到待机状态 那仪器就需要关机 然后冷却差不多15分钟到20分钟之后再开机使用 然后这个是电源 电源的一个显示 然后这个是水流循环系统的一个显示 这是状态栏 然后这里是智能 智能的话我们把它全部打开 反回的话按待机键 然后再反回 然后这个是RF 然后这里是有两个模式 这个是连续模式 这个是脉冲模式 这里是调节能量 然后这个是智能 也全部打开 这个是SHR 这里是调节脉宽 这里是调节频率 当脉宽调到5的时候 我们频率的话 频率的话调到10的时候 它脉宽只能调到1 那频率调到3的时候 这里可以调到 最高是可以调到5 这个是调节它的一个能量 这个是智能 也是 这个是激光系统 激光系统的话 这里是直接调节频率 然后这里调节能量 这是我们亚洲人常用的一个参数 然后能量调节的话 我们先调到一个比较低的一个参数 然后再慢慢的往上面加 然后按 智能全部打开 然后先操作者戴这个绿色的这个目镜 然后给客户戴这个眼罩 仪器操作的时候 这里会智能 我们智能大概30秒到1分钟的时间 再给它操作 然后先操作的时候 再要 我们现在操作是拖毛项目 要拖毛的部位 先给它涂凝胶 凝胶的话 差不多涂1毫米的一个厚度 然后现在我们看一下 这个定点式的拖毛 定点式的就是按一下 这样子发一次光 一直操作 这样子来回循环操作 操作到它这个部位有发热的感觉 这样子就OK了 然后我们看一下 快速滑动的一个拖毛模式 这个是快速拖毛 作用于腿部 然后身体这种大部位的一个拖毛 然后频率调节的话 我们差不多调三到五之间 这样子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脉宽的话 就不用调 让它随机这样子调动就可以 这个是能量 能量有一个起始能量 从18开始往上面调 如果说这个18这个能量客人 没有感觉到很热 或者一点点 我们可以根据客人的感觉 在慢慢的往上面去加 然后按这个准备键 把震能全部打开 这个滑动的话是按了这个手柄 一直按着 然后让它一直这样子发光 也是一直操作到 它这个部位有发热的感觉就可以了 下面我们进入 看一下光子嫩夫的一个操作 首先呢 我们是先切换这个波片 切换640的波片 把这个拔出来 选择E-Lite E-Lite这个模式进去 然后选择光子嫩夫这个项目 然后调节好这里的一个参数 然后这个是能量 智能全部打开 然后按准备键 光子嫩夫 我们先操作的时候 以一个比较低的能量 在这个部位给个人做能量测试 如果说能量不够的话 我们再往上面调 如果能量够的话 我们就用这个能量继续往下面做 然后做的话 我们先从下面往上面开始做 然后每个光斑可以重复一点点 这样子贴紧 也不用太用力压 那就这样子贴紧就可以 整张脸做两到四遍 一直做到它脸部有点点微微发红 发热发红就可以 下面看一下一个射屏 做面部抗烧的一个操作 这个是连续 这连续发光是一直发热 然后这个是脉冲它 是有频率的一个能量发射 我们通常情况下可以选择这个连续 然后能量调节的话 我们大概选择6这样子 开始去操作 智能全部打开 然后按准备键 操作的时候 我们就是一直按着这个按钮 这样子一直按着 然后先放在这上面 然后按手柄之后 然后马上就开始滑动 以停拉的这个手法 整张脸大概操作 30分钟到40分钟 这样子就可以了 下面来看一下激光项目的操作 激光项目的话 首先是选择这个YG进去 然后调节好频率 频率的话 我们像通常做去斑洗眉洗纹身这块 我们差不多调4左右的一个频率 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是能量 能量的话 我们差不多从200开始起调 然后按准备键 这个是控制它的一个发光的脚踏开关 用脚踩的这个 调节好之后呢 我们可以现在是直上来做一下测试 然后我们 我们操作的时候 先距离近一点 差不多在一厘米内的一个距离 这样子踩脚踏开始 然后可以慢慢的抬高 我们抬高的时候 它能量是可以慢慢增加的 我们操作的时候 一般距离洗眉洗纹身这一块 或者去板凳的话 我们一般是控制在一厘米以内 如果不能爆破 那我们再慢慢的这样子抬高去 下面看一下黑点娃娃的操作 然后我们先点这个进去 调节好 能量的话我们差不多从200开始起跳 如果不能爆破 我们再往上面加 这个频率的话在6左右 然后按这个 然后切换这个探头 切换黑点娃娃探头 再按这个准备键 激光操作的话 操作试试戴这个红色的激光眼镜 操作的时候 做黑点娃娃距离差不多隔5-6厘米 这样子的一个距离 然后才脚踏开关 从边边上这样子慢慢的移近 让它碳粉全部包破掉 我们全部操作 操作了碳粉记得就不要涂很厚 涂这么薄薄的一层 操作完之后 然后再用清水把脸上的一些 碳粉的油脂给它全部清洗掉 然后再给它补水就可以了 不要拍那个 操作完之后呢 我们按暖机键 然后返回 然后再把这个药水派给它关掉就可以了 然后再用清水派给它关掉 好了 谢谢大家